强化防灾整备量能花莲县政府举办113年度花莲县水患自主防灾社区企业座谈会 现代徐正位出席时表示 期望能够建立社区企业公部门自助互助公助相互合作的防灾区域联防机制 打造任性城市灾防安全网 现代徐正位表示0403地震发生之后 花莲历经千过次离震 面对难以预期的政灾以及各个风水灾害威胁 外政府持续推动自助互助公助以及救灾亦变机制 落实万全准备在灾害来临之前先行自助再互相协助 最后再公助多一份准备少一份灾害 期盼借由结合水患自助防灾社区 在地企业政府力量提升防灾准备量能 建立互助共助防灾共同体 携手协力保护家园 进而降低社区人命伤亡以及财产顺势 打造任性城市灾防安全网 面对极端期后的考验 花莲历经政府持续办理水患自助防灾社区违孕 凝聚以及提升社区的民众 防灾意识以及应变能力 这次会论当中 花莲历五个水患自助防灾社区 共同来签订防灾合作备忘录 无论在防疫前的演习准备 或是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 提供救援物资 能够作为居民而有力的后盾 也希望能够抛灾领域 让更多社区以及企业认同自助防灾的理念 并且参与自助防灾作为 达到公私协力多盈的局面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